恭喜全红蝉 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突发意外 跳水队征金形势反转 网友点赞支持 朱继红这一次彻底的放心了 大家好 我是直言 欢迎来到本期的直言聊体育 这一期视频呢 直言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游泳世锦赛 那么聊聊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方面 传来的一个意外突发消息 而这样一个消息 也让咱们中国跳水队 在后期整体比赛 整体去征金的形势 有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转 让咱们大家非常关注的 跳水队小将全红蝉 他整体征金的形势 有了一个逆转 那么如果你看完视频 也支持我的看法 不要忘了给本期视频 点赞点点关注 你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关注 和支持中国跳水队 那么更多喜爱 全红蝉的体育迷朋友 看到直言的视频 接下来呢 咱们就言归正传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 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首先我们都知道 目前呢 咱们中国队方面 是在布达佩斯 参加本次游泳世锦赛 而比赛在今天 也是来到了第十个比赛日 那么纵观前期比赛的话 咱们中国队 在本次世锦赛当中 整体表现 确实也是可圈可点 目前呢 我们在中国游泳队 全面出击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是拿到了 五金五铜的好成绩 而且呢 在今天晚上 咱们中国游泳队 还有几个征金的项目 所以说这就给中国队 在本次游泳世锦赛当中 拿下好的成绩 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而且我们要知道 在今天是咱们游泳队 最后一个比赛日 那么在明天的话 咱们强势的项目 才刚刚到来 因为在6月26号 那么咱们中国跳水队 建而就会来到 本次游泳世锦赛的比赛当中 那么他们的比赛征程 也将会正式的开启 而我们也都清楚 此前中国跳水队 一直是咱们中国队 去征金的一个重大项目 对吧 那么也可以说 他们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孟之队 所以说在世锦赛当中 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跳水队 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能够在比赛里 赛出一个很好的比赛面貌 而就在跳水队 本次比赛正式打响以前 那么关于游泳世锦赛方面 是有了一个突发意外 那么这样一个意外 也让咱们跳水队 整体征金形势 有了一个更好的扭转 让咱们跳水队 在比赛里 能够更加坚持自己的信心 在不久之前 根据国外媒体的爆料 本次布达贝斯游泳世锦赛 是遭遇到了 新冠疫情影响的问题 目前国际泳联已经证实 8名游泳运动员 在本次游泳世锦赛当中 是感染到了新冠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确实让整个比赛形式 出现了一些反转 也让游泳世锦赛 遭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 对吧 而在此情况之下 那么这些运动员 他们也需要一个隔离 需要一个去修往的过程 所以说这一点 首先让整个世锦赛当中 那么运动员 他们在场上的心态 出现了一些浮动 那么当游泳世锦赛 出现这些不安定的因素以后 他们在比赛里 难以去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 可能说会影响到 会去比赛运动员 他们的一些心态 但是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 咱们中国队方面 在世锦赛当中 我们是秉承着 去严格执行防控措施的 这样一个态度 对吧 那么我们的中国运动员 在本次游泳世锦赛当中 一直都是戴好个人的口罩 那么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这是咱们中国队 在本次世锦赛 给出的一个明确态度 所以说在此情况下 我们看到 中国游泳队 包括中国跳水队方面 没有传出任何意外的消息 那么这就让咱们 中国跳水队 在本次世锦赛里 我们的比赛形式 比赛心态 可能会更加稳固 因为咱们整个比赛里 都是坚持着防疫的一些措施 我们都是做到了 有效的在场上 保护运动员 个人的安全 对吧 那么同样 当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以后 也让咱们跳水队 在本次征进当中 我们能够保持着 更大的决心和信心 能够去抛除这些因素 把个人场上的心态 完全放在跳水队的比赛里 尤其是咱们跳水队的全红蝉 本次比赛里 他是身负着去挑战 两块金牌的这样一个重任 那么当跳水队 能够给全红蝉 做出这些个人 疫情安全防护的工作以后 那么全红蝉就能够在比赛里 展现出个人最好的实力 能够让他全身心的 在比赛当中 去发挥自身真正的实力 所以说呢 在此之际 对于全红蝉在本次 拥有世纪赛的表现 那么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也是期待着 他能够在世纪赛当中 毫无顾及的去施展 个人的全部能力 那么能够去挑战 这一次跳水世纪赛 个人第一次去冲击金牌的目标 跳水队的领队周济红 他也可以放心的 等待着跳水队 能够在世纪赛当中 给出一个好的反馈 那么当我们跳水队 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比赛里 我们相信中国跳水梦赛队 一定能够给到大家一个相关的惊喜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留在这里 喜欢听直言聊体育的朋友 不要忘了给视频点赞关注 有问题呢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体系一事 下期咱们接着聊 下期咱们接着聊